各位同心 大家好 大家平安 谢谢 我们这一课是由我王贤杰来介绍 我是新的主人 这一课我们最简单来研讨一下 什么是国 什么是家 国家很简单 国跟家只有两个字而已 其实两个是不同的单位 一个是国 一个是家 但是组成的方式相同 这支国旗我们知道吗 大清帝国的国旗 大清帝国的国旗 他是因为那时候留学生 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全世界所有国家 中国都有国旗 只有大清帝国没有国旗 所以留学生用这支国旗 建议方向做他们的国旗 那时候是在 一百八九年的时候 一百八九年的时候 到一百一二年的时候 成为国旗 所以千国到美国才有国旗 以前都没有国旗 这支是五色旗 五色旗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不能叫这支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中华民国的国旗是这支才对 因为五色旗是代表 汉满门回帐 汉红色的 满黄色的 回帐 这个是海军军旗 这支旗在1949年 来到台湾才公布的 来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刘王政府了 刘王政府哪有国旗 所以这支也不是给国旗 真正的国旗 现在已经变这支 去给这支取代起来 这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这中间有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顺六年中间 怎会没有 一九三九年 那时候他们内战 他们说八年抗战 反正一大堆 八年抗战的时候 当中国 都总有四个政府 所以不知道哪个政府是代表旗 这中华民国的国旗 海军旗 元帅旗 这是中华民国的国会 不是这个党会 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中国雄律宇宙间 这三民主义无党所终 他跟你说得清楚 这是党歌 对吧 你们不能一直五回 你们每天在唱国歌 这是党歌 好 实际上 他那时候 正港的政府是三个 因为一个是满洲国 已经独立的满洲国 所以 可以算四个政府 这两个政府 一个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就是现在的国民党 一个延安边区政府 就是共产党的 南京汪精卫政府 还有一个万洲国的富裕政府 这是当时中国四个政府 这四个政府很奇怪 这两个政府 向日本宣战 向德国 意大利宣战 这两个呢 向美国 向苏俄 向英国宣战 因为这个万洲国 是日本国家 扶植起来的 所以在支持日本的 汪精卫也是支持日本的 所以全世界 不知道在中国 是跟什么人建政 因为一半的政府 向德意志宣战 一半的政府 向周星国 同盟国宣战 那时候中国很乱 所以不顾忌 这是 南京 在南京的 梦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己做的梦白 在1950年3月13日 杨明山庄 的革命社会研究院 蒋介石 对国民党的文武百官 演讲的时候 他的题目是 负职的使命与目的 你想想看 那这间公司的当事长 他说 已经被人家 辞职了 开除了 还可以负职 你的总经理 你都把他开除了 结果你的总经理 拿枪回来说 他要负职 负职也成功了 他拿枪回来 没问题 我们没有枪 只好让他做 他怎么讲 他讲解石说 我们中华民国到去年 1949年 终究随大陆的淪险已灭亡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名 而还不自解 这是他自己说的 所以在1952年 负责台北合约签订的 中华民国流氓政府 外交部的叶公超部长 谍立法院解释说 和平条约 究竟在和平条约 为什么没有把台湾归还给中国 他就说 事实上 这个地方正有我们控制 但是微妙的国际形势 使得他们不属于我们 而现在的情况下 日本更没有权利把台湾跟澎湖群岛移转给我们 即使我们日本有益如此 我们也不能接受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国际法规定 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 流亡不能就地合法 这很简单的就是 现在可以移转主权 这样 战争都不会刷 怎么说 只要我的武力比你强 我就去占领你 就变成我的 流亡政府 如果可以合法的话 那更棒 我要流亡到美国 然后就地合法 美国是变化的 所以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如果世界和平要怎么达成 就是靠这个法律 暂时不可以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其实流亡政府有很多 以前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比利是也流亡在伦敦 韩国流亡在上海 屠博流亡在德兰沙拉 他都给我们教说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西藏不是叫做西藏 他正名叫做土博 德兰沙拉是一个城市 它是印度的一个城市 三城 土博流亡在德兰沙拉 才是正确的名字 不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就跟这个正确的名字一样 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它的简称叫中华台北 所以世界运动会 奥运会就都叫中华台北 不是中共打压 中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它是一定要叫中华台北 不然它怎么不叫中华台湾 原因就是在这里 这个新闻大概上个月 美国一对夫妇 花了68万美金 大概2000万的台币 盖了一栋他们心目中的梦幻之后 盖了美轮美奔 想要搬去住的时候 发现别人的土地 不是他的土地 是要花这么多钱去这家家 要不要 建设公司 所以要背 你想想 你跟起家 起更漂亮在白人的土地 你要背人钱 人根本就要你 你穿着我的土地 对吗 甚至说 你要把他背上 你把我去一家 我没有教育的家 我的土地 你没有听 你又想要我背你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流氓症 本来到台湾 他不可能 跟你做好的建设 因为他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 对吧 他不可能 花这么多钱 他给你建设了 他给你教 你教的 都不对的教育 都错误的教育 都嫁的教育 第一点 我们设这么多年的英文 有几个学校说英文 从小孩 又开始设设英文 设到台湾 不设设英文 这如果是在美国 一个小孩出世半年 他就设设到 设计 什么原因 因为他不想给你教好 他如果想给你教好 他会怎么教 像国语 你们每天就虽然 打到台湾 国语好 现在国语你讲到哪里叫 国语就讲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要自己教好 就是这个原因而已 这在美国 最后的新闻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罗伯特沃克表示 未来美国军政 主要力量将集中在亚洲 亚太地区 这就是沃克 他还说 吉娜和俄罗斯正试图改变世界的秩序 什么是秩序 世界的秩序 就是国际法 国际法 清采给你学习 不用国际法 所以普天这次去侵略克里米亚 全世界就要把它制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不能容许你 改变国际法 根据1933年12月26号 19个国家 在南美洲的乌拉圭 蒙特维多 签了一个公约 那个公约的名字就叫做 蒙特维多公约 所有的公约 在哪里签就是那个的名字 像下官条约 不叫马官条约 它是下官条约 在下官签的 爱魂条约就在爱魂签的 天津条约就在天津签的 南京条约也在南京签的 所以蒙特维多公约里面 它规定国家有分两个部分 就是权力跟义务 跟人一样 每一个人 每一个成年人也有权力 也要尽义务 所以一个主权国家包含两个部分 国家才可以签条约 你不要认为你跟人家签的契约 是条约不是 一般人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公司签的不是条约 是契约合同 国家才有权力签条约 国家才有权力宣战 还有进行战争 人民虽然可以反对战争 但是并没有拒绝战争的权力 国家如果宣战了 你不支持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拒绝 国家派你去打仗 你就要去 相反的 人民可以赞成战争 但是人民不可以发动战争 如果人民可以随便发动战争 那变成全世界大乱 我对你日本不满 我就发动战争 对美国不满 我就发动战争 那就世界大乱 国家作为国际的法人 应该具有四个条件 你自然人也是一样 你的家 你的公司 你的企业 一样都要具备四个条件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成为家 才能成为国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有人 对不对 你的公司如果没有人 那不叫公司 那叫空投公司 你的家 如果没有人 那也不成为家 你的国如果没有人 也不成为国 人是最重要的资产 你不要以为你的公司 土地有多大 公司有多大 没有用 你公司的员工 才是你赚钱的工具 你的公司的员工 才会帮你赚钱 一个不正常的公司 才会用资产来赚钱 真正的公司 好的公司 是员工创造的 第二个 你一定要有领土 一个国家 绝对要有领土 就是你的家 也要有住的地方 很简单的道理 你没有地方住 叫家 所以公司也要有营业的所在 第三个 要有有效的政府 就是管理家 管理家他要管账 你的家 要有一个人管账 你负责赚钱 也负责花钱 你就是管账的人 你老公赚钱 老婆花钱 老婆就是管账的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政府要有效就是要 要收得到税金 政府如果收不到税金 就没有效的 你的家也是 你的家如果那个管账的 收不到钱 那他不叫做管账的 第四个 你要有跟隔壁邻居 交往的能力 你的公司也要跟别的公司高官 你如果没有跟别的公司高官质账 你要怎么贪钱 你没当独立的公司 所以你的国家也必须要跟外国交往 这就是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都是必备的条件 缺少一个都不成为家 不成为国 第一点 要人 怎么确定人 从花身份证开始 这里可以确定你的国家有几个人 对吧 不可以说你们家 你们家有十个人 手指头算一下就清楚了 你的孙子他都会算 你的孙子问他 你们家有几个人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 他都算得出来 不可以说你一个国家 你们家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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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家就是有问题了 你这个国家12亿人 还是16亿人不知道 那你这个国家就有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们家有几个人 你才知道你出门 要买几个便当回家 你的家人要有盖几间学校 盖几间医院 这样才能了解 就是要确定 你们家有几个人 不可以说你的生育 欠一杯梁 就表示你是梁 穿一件台湾人的衣 你祖母是台湾人 他就变台湾人 他就变台湾人 他就整起来 你祖母是美国人就好了 他都变美国人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不可以说你穿这件衣 就变台湾人 你穿国家大山 你就不会变台湾人 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国家 你要做美国人 很简单 去美国生子 要自愿 要有意愿 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要合法 要合美国的法律 美国法律要怎么规定 他说很简单 你只要在我美国的本土 我的属地 我的交通工具 飞机船舶 上面生的孩子 都是我美国人 那有简单吗 不简单 你不能说 美国人跟美国人 在中国生的人 不能变成中国人 因为那不合法 怎么说 因为法律不是这样规定 中国的法律是规定 你的老婆其中 还是老母其中 其一 是中国人 生的子才会变中国人 法律规定不同 所以你要改变一个人法律 不是穿这件衣服 要自愿 你要自愿 而且要有那个意愿 而且第三个条件 要合法 要合那个国家的法律 要宣誓成为美国人 难民也有法律 你不能说 这就是说全地加到那些人 没有人权 关在建议的人也有人权 这在1953年 在欧洲通过这个人权公约 他禁止任意除去任何人的国籍 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的 进入其国籍国之中 这是他的人权公约 国籍难民公约也是一样 有固定于难民 难民不可以 无限制的增加 要尽量减少难民的情况 这就是难民公约 问题就是 这些中国难民 来到我们台湾后 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他们的人 对这点 行政命令 这点行政命令 这是 结参 01297号 说 言由我国国籍 这台湾人 自民国 34年10月25日起 恢复为我国国籍 这是 非法的 不可以说一间文件 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 美国人 要经过自愿 意愿 还要合法 不可以说这样 发一张文就把你们变成国籍 不能这样 那是不法 所以他根据那张命令 发这张信任 发信任 后 他才会知道 你野人有多少人 你都说你是台湾人 上面是没塞台湾人 上面都塞得很清楚的 中华民国国民 如果是国民 国民是没有选举权的 中华民国的宪法上面怎么规定 他说 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满20岁 就可以投票 没有满20岁的 不可以投票 问题就是在这里 现在那个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现在在争取什么 18岁可以投票 有没有 那个争取再怎么争取都没有用 你要修改宪法 宪法把它改掉 从国民 满18岁就可以投票 那就可以投票了 你不懂宪法 你光是在那边挨没有用 挨再久都不会改变 所以你要改变 要改宪法 问题就是 他的现在国民大会 已经废掉了 他怎么改宪法 国民大会 废除了 宪法就没办法改了 可是他刚来的时候 有办过 国民 要宣誓才会成为公民 民国35年2月10号 全台湾 239万多的台湾人 宣誓成为公民 要投票 你去投票 就是宣誓的意思 所以那一天 投票 选民意代表 这是刘存忠发的 公民证 要投票 要投票 要公民 你是国民 国民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这个也是在新竹 也同一天宣誓登记投票 叫公民证 有没有 这张高雄 有没有 谢东明发的公民证 也是在那一天 所以 要投票 是要公民才可以投票 国民 没有资格投票 所以 法律 是保护懂法律的 你不懂宪法 你光在那边要求 你要降低18岁可以投票 没有用 法律没有改 法律没有改 你不懂法律 你光在那边抗议是没有用的 所以 你要懂法律 法律是不讲感情的 你不能因为说 我今天跟你比较好 这条法律不执行 那就不叫法律 清国人他懂万国公法 大清帝国他在1864年 请丁伟良 把他翻译万国公法 他就懂万国公法 中原人不懂国际法 什么就是中原人 河洛人 福建人 洛阳 这些都中原人 这些不懂国际法 所以 漢人 河洛克家庚当人 这些人 都叫美国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 说何老爺 跟客家庚 那些不懂国的人 不知 这些都去让漢人 把它擱起 漢人 又去祺人 把它擱起 这子子的文化 很简单 中国就是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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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的文化 它是象形文字 从这个国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国要包括什么 要包括土地 有没有 有城墙 有人 人口 有主权 的传统叫国家 他们讲求修身齐家治果 还要平天下 要普天之下 莫非王徒 天下围公世界大同 对吧 问题 出席 哪有可能天下围公 你们家也没跟人家说 哪有天下围公 世界大同 什么要跟你讲 强国奴啊 是整一千年前 就开始做奴隶 做奴才 全世界那样 没同样做奴才 所以啊 你不要以为 这个是好的理想 世界大同 没有人要跟你同 你是猪的传人 没有人要跟你同 家就是象形文字的 猪的传人 有没有 你一家都是猪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这个最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是中国以前的领土 第二个条件要具备领土 你的长城是不是盖在这里 宣称有一万公里 从你的祖先几千年之前 就开始盖长城了 对不对 盖得美轮美焕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标准时间 就是北京标准时间 这里啊 在天亮的时候 这里已经暗默默了 这样也还在两点 所以喔 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个标准时间 没错美国啊 美国 如果旧金山的时间跟永远的时间 是不一樣的喔 这才是正确的 这个没有什么标准时间 一点都不标准了喔 所以啊 不能五回 万里长城喔 盖了一万里 这条歌 一声嘛 又好听喔 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外面是故乡 高粮肥大豆香 遍地房间少在羊 他跟你说得很清楚嘛 长城的外面才是你的故乡 那你是什么人 你不要以为你是汉人耶 他教你教那么大 把你骗这么多年啊 你不是汉人耶 你是蒙古人耶 对吧 长城外面都是蒙古人啊 这个啊 克里去中国一访问 中国人马上带他去参观长城 你看我们的长城盖得多漂亮 多壮伪 多雄壮威武啊 多了长啊 一万里工厂 但是啊 外面的土地都是我们的 这有奇怪吗 所有全世界所有的领袖 如果去到中国 他都带他们去参观长城 我们的长城去到哪里 哪里哪里 千年伟大 我们朝鲜 几千年就开始起了 结果啊 围墙外面都是我的土地 你要跟谁讲 所以说全世界所有的领袖 去参观中国以后 参观这个围墙以后 都笑了 那就像你们家 你们家的围墙 我们围墙去很漂亮对不对 客人来都参观这我们爸去的 外面的土地都我的 外面的土地都我的 那有奇怪吗 人 大家也去爱笑 什么我穿在这里 你说外面都你们的 这连布希也很好笑 曼德拉也觉得很好笑 那什么 外面都你们的 对吧 连这个 贪姆克勒书也觉得很好笑 像他在这里外面都你们的 好奇怪 所以 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要平天下 世界大同 长城外面通通是我们的 所以 台青帝国那时候 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他的四十个国家 都有 凌土的糾纷 外南 缅甸占罗 印度 这些所有的国家 都跟他们有糾纷 命土的糾纷 什么原因 你的长城建在这里 你说这 外面都你们的土地 所以是不是要糾纷 这就是那时候 青国 紅的地方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紅的地方 都掘到山上去 这些 跟印度有糾纷 跟西藏 土埔 跟东土耳提斯坦 跟缅甸 不丹 越南 这些都有糾纷 最大的糾纷 现在说在这里发生 台湾是它的 对不对 这长久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直坚持台湾 是支援的一部分 所以 在建高的时候 都要求 Canada 要成立台湾是中国的命中 这Canada 提出五点的理由反驳 对不对 台湾 都不是我Canada的 如果是Canada 我才有管理 可以成立是不是你的 台湾说 我没有管理 你叫我成立 他是你的 哪有这个道理 第二点 他说 我也没有管理 可以成立 你如果在美国的小党 我也没有管理 可以成立 谁的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管理 跟日本 成立 跟我没有联合关系 台湾的主权鬼祟 你这样要求是没道理的 第三点 我Canada 如果真正成立 也是不好 怎么说 因为我如果要去台湾 拿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簽政 你台湾不能离去 也是要去台湾当局 申请簽政 现在台湾当局是什么人 就是流亡政府 所以 他们没有成立 流亡政府 他们成立 台湾当当局 他们很早 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 现在台湾 这是一个台湾当局 不是流亡政府 没有成立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那是一些 拿钱去买的 第四点 他说 Canada 如果在国际教育中 成立 台湾是真的一部分 他根据条约必须要旅行 你条约你签了就是要旅行 如果不旅行 那你干嘛要签条约 你签了条约 就必须要旅行 既然我承认 台湾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是啊 我Canada 算富贼要去把台湾打下去 给他告诉你 这是多荒谬啊 对吧 第五点 所以说 他海南岛 海南岛 是你真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嘛 你独队卫一人都说 海南岛是你的 就好像 日本 独队卫一直要说 这个 本州啊 是我日本的领土 旧金山啊 是我美国的领土 哈威伊是我美国的领土 他不必这样宣称 所以啊 中国啊 他也不会宣称说 海南岛啊 是我的 就是因为台湾不是他的 他才会一天到 你要讲台湾是我的 说的啊 中国人啊 百口莫辩 所以习近平啊 2009年啊 12月23号那一天啊 12月15号那一天 拜托美国安排 他本来是要求 跟日本要求要见天皇 但是 日本政府 不答应 日本政府说 天皇 我怎么能安排 你自己要去安排他啊 天皇要见谁 那是他的事啊 拜托美国 他安排 跟天皇既民 既民的头一句 他跟天皇说 好 我们现在中国 有钱了 钱了很多 你可以唱 台湾和白红 天皇 清找到劝 嗯 我们 对 用途中 你说 就不要在买东西 所以第三个条件 要做一个国家要有有效的政府 有效的政府 政府包括立法的机关 行政的机关 司法的机关 君属机关 君属机关就是君属政府 狭义的讲全部都叫做行政机关 政府是税收的主体 可以实现国家资源的福利和合理的利用 你这个国家有很多资源 很多税金 这些税金要有合理的分配 这样才能成为有效的 你这个政府如果专门收收的钱都让大官 都有军头 那你的政府就不合法 要公平合理的利用 你这个政府不能互配开采你的矿产 开采矿产要公平合理的利用 如果这些矿产粗油粗粗的 都粗到你自己的落在那裡 那不就是合法的国家 所以中共他的党员 大概去年 他的统计2012年统计 他说他的大官和机构外逃的人 失踪的人大概一万多个人 带走的钱八千亿人民币 这就是不公的原因 第四点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要有与他国交往的能力 你就不能跟你邻居交往 你的公司也要跟别的公司交往 这样才能生存 就是有效的要有能力 要有外交的能力 你个人如果没有外交能力 叫做什么 没有沟通的能力 那会变成什么 变成神经病医院 你会住在神经病医院 因为你不能跟人家沟通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人是不诚实的一个民主 日本人是不说谎话的 这个大家都有共识的 这个不用讲 可以了解到 中国人不是诚实 不诚实 不畏生 不守时 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所以中国人从古到今 就是这样 36记 每一记都是骗的 对不对 他们说 这个孔明很会作战 因为他很会骗 36记 每一记都是骗 这人叫做会作战 每一记都是骗的 这个 这条歌也很好听 对不对 来这条歌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这叫龙的传人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的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花黄皮乎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好听对不对 问题这是在跟你骗的 因为谎话总是特别甜蜜 对不对 男朋友对你讲情话的时候 总是特别好听 我们第一个笑话 第一个骗的 什么叫做中国 从古到今 只有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以后 才叫做中国 以前没有中国这个国家 以前叫大汉国 大元国 大明国 大长 有没有一个叫做大中的 大明大唐大汉 这些大宋大元 全都是大元国 没有什么大元朝 没有 你们不要搞错了 什么明朝清朝 不对 大清帝国 大明帝国 大唐帝国 大宋帝国 大元帝国 绝对没有一个国家叫大宋朝 大清朝 没有 国家就是国家 第二个谎言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你全是猪的传人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你的文字上都告诉我那么清楚 你家里面全是猪 那你说你是龙的传人 以前要当龙的传人 也很简单 你必须要是皇帝的儿子 皇帝的儿子叫龙子龙孙 一般人你说你是龙子龙孙 很简单 皇帝赶快把你抓去砍头 为什么 你跟我儿子在抢龙位 一定是砍头的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道理 长大以后就会变龙的传人 不用长大就会变龙的传人 皇帝的儿子 还很小就是龙的传人 你绝对不会是龙的传人 黑头发黑眼尖这是龙的传人 越南人也是龙的传人 日本人也是龙的传人 所以这个笑话就很多了 光是看这个歌词就可以骗你 骗得你傻傻小 歌词很好听 其实再怎么好听 都没台湾歌那好听 所以中国人 其他人 他们的历数都会设计 他们所有的历数都设计 你不能就是说盘古开天地 女娃补天 这都神话 历史是要做什么用 你不能就是说历数 青灾之下的 欧白之下的 历数的目的就是要建网开来 建查以往才能开创未来 你的历史都是假的 那你怎么开创未来 你怎么建查以往 所以没有办法开创未来 不定要死亡 所以你的历史如果是写假的 早晚要灭亡 每一个国家都一样 你如果要写假历史 早晚会灭亡 这就是他的文化 在荷姆渡的文化一直来 在奥权都铺的图腾 这是汉人 汉人的文化 他这个就是食 食就是代表猪肉的意思 在房子里面全都是猪 他们怎么解释猪 解释这个家呢 你字典翻出来看 什么叫做家 家就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 叫家 你的亲人都是猪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其实我们台湾的汉文 汉文是由日本人传来的 日本人那时候 走进来 我们才有汉文 你知道吗 以前 我们是用信鸿文 以前让我们小班牙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台湾是无文理 我们用信鸿文 就是现在的八卫尼 这张相片很出名 美国的一家母牛 他的名字是米尔克谢克 他从小跟这个狗吃住都在一起 吃饲料也吃在这个盆子里面 所以没有在盆子里的饲料他不吃 你叫他去吃青草他也不吃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条狗 从小跟那个狗长在一起 他认为他是一条狗 但是他不会狗叫 所以我们被猪养大 被猪教大不要变成猪 不要跟这条母牛一样 你还是牛 没办法变成狗 要知道 人家说菜 把你穿这条衣服 你爹是台湾人 你就会变成台湾人 要申请申请才会变台湾人 如果跟猪混 永远不会出头 你跟第一道混到一起 绝对不会出头天的 绝对没有出息的 这就是 他们为什麽叫他们的难民营 叫做卷村的原因 你不听过牛卷 只有听过猪卷 对不对 没有鸡卷 鸭卷 羊卷的 没有 只有猪叫做猪卷 所以他的卷村是有原因的 因为都是猪住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潘继文说的 没有人想当难民 对不对 哪有一个人想当难民的 没有人应当忍受这种屈辱 和艰苦的困境 但数百万人没有选择 为什么 因为他的国家灭亡 人民知道逃到国外 所有的国民 只要逃出你的国家 回不去 不管什麽原因都叫做难民 不会变成农民 农民是骗你的 现在全世界大概有五千多个 五千一百二十万人都是难民 有没有 这个没有听过鸡卷 鸭卷 牛卷 马卷 只有猪卷 猪卷就是家卷 对不对 家卷就是猪卷 以前台湾有八百八十六个猪卷 这个也从小就教你们 二十四孝 有没有 这个每一个孝都让可以让你笑 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鸡卷不带 这个在台湾也很 很 常常发生啊 新婦 生孩子后 没年 阿嬷在子孙的很多 对不对 这样就是一种孝 哭族生孙 这也是孝 这是孟宗族的由来 你做你去靠 看看他的心得顺 握兵求礼 这真实是很好笑 你们自己拿着笑就好了 不要笑太多 他怎么给你们教 教你们一岁就给你们教 三字经弟子归四十五经 鲁学 鲁学是什么 君是君 臣是臣 君君臣臣 夫夫妻妻 有没有 圆圆在这里 要你永远当臣就好 君啊 龙子龙孙去当 要教你什么 五轮实义 四为八德 什么是四为八德 礼义廉慈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礼义廉慈 那是给你们教的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礼义廉慈 这就是其他人 所以 你们要遵守四为八德 三字经要当弟子 要当得起 当弟子还要规定 这么严格 不然你们能当弟子 你们出席后 就跟你们说 你相当的 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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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只是人 你跟我说 你们自小孩就跟你说 你们是跟欣修相同样 所以你的观念在这里 你们就是欣修 所以跟你们抬起的时候 你们也没感觉会疼 像唱一首一首 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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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欣修 你的名字不加十金 从中国有历史来都在泰人 这些都是训化的物种 你们认识我说我没有写到的就没有 人也是训化的物种之一 叫弘帝训化 做他的奴才 龙子龙孙他读的书绝对不会跟你一样 不叫你训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礼义廉词 礼义廉词是一般人礼义廉词 皇帝不必礼义廉词的 对不对 所以皇帝训的切 到底没可能跟你一样 他训的是 怎么跟你牧民跟你训化 训化你成为奴才 他们都跟你教你 你只要有恒心 铁杵可以磨成绣化针 这句话也不对 铁杵不可能磨成绣化针 更小的铁杵就磨不成绣化针 怎么说 因为铁太软了 磨到针那么细 根本就不能缝衣服 你拿铁线就好了 铁线不能缝衣服 要钢才行 钢才可以磨成绣化针 要钢除 不要铁除 所以铁没有分什么好铁跟坏铁 烂铁的 铁就是铁 钢就是钢 不要搞错了 他给你教说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因为他不要练钢 中国人不会练钢 所以他们的宝刀 宝剑 通通是进口的 所以只有皇帝那一直把宝剑 叫上方宝剑 其他的屠龙刀 乙天剑 那都是小说 只有上方宝剑那一把才是宝剑 而且还是进口的 对不对 他们不会练钢 所以 每打仗必败 为什么 你每砍人家都砍人家砍不死 都被人家砍死了 所以打仗一定输的 没有宝刀 你看日本 日本人每一把母式刀 都是宝刀 不只日本 连我们高杀族的 带着那一条刀 那一枝也都保刀 没错中国人 中国人不要练钢 他们没有保刀 所以每次打仗都战输 所以 布帝戏上就笑得很清楚 杨净兄跟你说得很清楚 苏严文 英文都在这件事 苏严文跟宗教人手打 不要赢过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毫害了 对不对 杨净兄毫害了 杨净兄比苏严文更厉害 结果杨净兄是苏严文的消贴 这不准兄跟你说得很清楚 中国人要烧桃 养残还有放冲天炮 对吧 养残呢 土的丝外销到国际 烧的桃也都外销欧洲 桃池 销到欧洲的时候 非常漂亮 他们都干嘛 他们不是当盘盘子在用 以前的桃池 是放在拼堵里面 金桑 对不对 那是到未来的一个桌来 才用做 他们自己的烧 才用做盘 不过以前是在放在拼堵里面 做艺术品的 这是好难不当兵的结果 既然人好难不当兵 所以建签不可以赢过 你的兵都不是好难 那绝对打不赢胜仗 日本人怎么选兵 这是中国人的兵 一户都吃不饱的兵 这哪有可能建的赢 怎么打就输 这日本人在选兵 来人台湾选兵 他要怎么选 要给你选好 要给你选择 身材可以 体系可以 要平衡感好吗 要赢一千个 结果四十万人来报名 因为台湾很好 所有的好难 全部去当兵 对不 还没有好难只收了一千个 所以这些都是米杰的将军 对不对 这样才建的 每一次打仗 这个一定稳赢的 很简单的道理 将军在当兵 所以我们台湾兵 都带了一支刀 这支是我们台湾高砂族 特有的刀具 这支就是宝刀 最强悍的丛林战士 日本人叫我们战神 他们这支叫义勇刀 我们现在高砂族也都用这支 同样又很好用 这支日本兵特别允许 他们高砂军可以带这支刀 所以很多人 买的文化 在这里看他出来 这个横贯公路 说他们农民建的 寄生了好几千人 还是好几万人 盖了横贯公路 结果我去查资料 这明明是日本人建的 你只要拓宽而已 还有盖牌楼 盖了牌楼以后 庆祝通车 说这样他们建的 今天来看很出名 中美合作 因为为什麽 因为我们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 我们台湾人不得要 你美国要附着债米粉来我们这 债骨铃来我们这 所以债来的时候 柳王政府 你要应中美合作 最公益的就是在这里 你要品质优良 净重22公斤 所以前进口很公益 就是在这里 净重22公斤 我们台湾 占领区 所有的米粉底下 都做得很厉害 所以 我们是他会占领区 我们如果没有钱开了 要叫美国债米金来给人家开 现在葡萄利哥有没有就是这样 葡萄利哥的人不用上班 我如果肚子邀 叫美国债胖来我吃 没有钱开 叫美国债米金给我开 那就好 那就要上班 上班要做什么 那就去抓虚 不用 其实美国也有债钱来给我们开 那是差点对 叫蒋宋美龄他们拿去的 那时候送给他们38亿美龄 他们偷了7.5亿 三分之一都被他们偷走了 四分之一被他们偷走了 他们偷着这笔钱在圣保罗还有在纽约炒房地产 所以他有贝咱台湾人有 结果 又来不再去领 他就不贝你了 他说 不是台湾人来给他领这笔钱 这笔钱人的文化 这笔潭大桥 笔潭大桥是在交河12年去的 国民党来的时候 他就给他盖民国25年 请问民国25年 你流亡政府还在哪里 根本连台湾海峡来还过不了 你怎么盖这条碧潭吊桥 还提早一年完工 真的有厉害 这张照片是我丁股的去买 在桥头碧潭吊桥的桥头 民国25年 这样他也说得出来 你想想看钱人大不要脸 不要脸到什么程度 他也跟我们说 郑成功是千国人 谁想想 郑成功是日本人 他先说是帝子龙的儿子 帝子龙是海盗 海盗就从没找到一个国家 说成人他是我的国民 海盗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 承认他是我的国民 所以海盗无国籍的 无国籍的国民 娶了日本人 他就会变成日本的国籍 所以他生的儿子也是日本人 而且郑成功是在日本长大 受教育的 所以给你们骗说 帝子龙是千国人 给你们骗的 给你们骗说 流民船来盖台湾的铁路 这流民船盖铁路的商品 车站说茅草屋 说有这车站 这根本是临时车站 对不对 不才有茅草屋 这说有这车站 日本人来了 要拆掉重建 为什么 因为茅草人盖的东西都是临时的 你不记得很多人 来这里做冬 做一年冬三年末 来到这里 一年准备 二年返工 三年成功 所以他没有准备要在台湾住久 他也没有准备要台湾盖别墅 只给你盖茅草屋而已 茅草屋能够给你盖已经不错了 对啦 其实千国和民国 台民国和台青帝国的时候 他们都有海境 哪有可能有双三公来台湾 在海境 骗瓦骗船都不准出海 所以他跟你说 海境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政治的需要 朱元璋齐 除了被允许部分的国家或部主 可以通过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外 其他私人的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直到明末这种禁止 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 时松时紧 但始终不争撤销 千国始建 由于郑成功等人 雄聚海上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 清朝无力海上至盛 于是曾记了明朝的禁海令 所以他们都在禁止海上的贸易 你禁止出海 要有当三公来台湾 所以当三公来台湾 那是在跟你骗的 是怎么我们叫他吉纳 吉纳不是我们的 吉纳是中国人自己的尊称 所以孙文在这本书信里面就是说了 这本是适合日本的政治人物 拜托他吉纳 拜托日本人来支持吉纳革命 他就是知纳 所以拜托你来支持我中国的革命 吉纳就是中国 这在孙文的时代就是 其实 古早时代很久之前 復高 还没团来中国之前 那时候復高度叫印度叫做中国 叫印度中国家叫做吉纳 为什么叫做吉纳 吉纳就是烧陶瓷 Cynamic 就是陶瓷的意思 就是会烧陶瓷的地方都叫做吉纳 这里叫外吉纳 也是会烧陶瓷的地方 这里叫内吉纳 这里叫南吉纳 这里叫法蜀的印度吉纳 这里还有一个交扯吉纳 这里还有一个密吉纳 所以这些都会烧陶瓷 以前欧洲的地方 没有烧陶瓷 所以外吉纳 外吉纳外吉的陶瓷 就摆在拼堵 就是这个我们 Cynamic 就是吉纳 吉纳就是Cynamic 它有密之纳 密之纳就是缅甸的首府 在密之纳 法蜀的印度之纳 那时候是一个联邦 那时候包括 缅甸 越南还有那个 辽国 这三个地方合起来 这是印度之纳 法蜀印度之纳 那时候不是叫做印度 加在法兰斯 印度之纳 好不好 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地道 就是 辽国 柬埔寨和越南这三个 合起来的地方是印度之纳 是法蜀的 他是在天津调越的时候 清国放弃宗族权 搁给法国的 所以他们真的人 现在有种族的优越感 他们有什么种族的优越感 因为种族优越感就是 全世界不可能有比我们更会做奴才的 这种优越感 他们自自几千年前就开始做奴才的 没有人比我们做奴才做得更成功 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优越感 你看他们清国 清国这些来的时候 那些汉林的冠 马上去那些拜 拜祷给他冠做 做奴才 这神宝针 这在台湾的时候 海人 他们叫做内地民人 他们不叫中国人 也不叫清国人 他们叫内地民人 所以 浮广百姓早在1874年 得由港澳一窝蜂的争相 到租宅馆卖了自己过番 取代黑奴的空缺 那有可能会来台湾 黑奴那时候解放后 就是由这些奴才代替了 对啊 这个 那个 那时候去美国做工的时候 纯莎再一些妻子 在 女子有两千多人 在那个四 总共所有的华公有三四万人 十个小孩有两千个 在那一百多的是华公的亲属 穿的都给这个 什么有这个猪花 女孩子都叫做花 被猪用的就是猪花 也就是专门在卖的 这就是他们做努力的历史 要自己卖掉 你才有钱 付准票 要再大了 要再吃 所以你要自己先卖掉 让仲介先贪一手 就像现在有 现在越南劳工来 泰国劳工来 印尼劳工来 菲律宾劳工来 都要透过仲介 要让他们先抽一手 让他们贪一手 外面是一样 所以仲介 他们那时候的名字是 租宅馆 在那里 有吗 这个没去到美国的时候 还要让秤军秤妙 因为黑人身材比你更好 骨骼也比你更好 比你更好做工 所以啊 仲介的人才 奴才 这还可以买四百而已 黑人可以买一千 所以啊 仲介的奴才 没去到美国后 你知道吗 是好像穿四百而已 两个一起买一个也不够 还要十人两百 这是做奴才 要这样 奴才 不是像他圆殿 你如果说这样挡山 嫁台湾 这是在跟你骗的 他们这样出国的 知道吗 这就是租纳的奴才 没有人做奴才 比我们还成功的 知道吗 他们啊 这是华公的历史 到南美洲去啊 做船要做两个多页哦 做两个多页当中哦 六十三楼一回头 六四三楼一回头 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 有两千几个 所以哦 做奴才是很艰难的 接着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还有 还有什么艺船 有艺船 你知道 说哦 他们怎么坐船去美国的 你时候要肩并肩哦 在那艺而坐 晚上 要人羞愧在睡哦 在海上漂流两个月 来到美国 美国的加州做苦力 这是比较好听哦 这是苦力 其实是去做路材啦 去美国做得还好 美国还有华公 台湾比较好 你如果去南美 你就做到 亡面 那时候 总统四台船 才有两千五百二三楼 去美国 当中 四一千六百二十楼 所以哦 四一半 比较多了 这就是六四三楼一回头的原因 现在他都知道 也是继续做 对吗 这样 上海 只要你如果贴出公告 你要招募人才 人潮 太多人要来做路材 不用烦恼没路材 因为 今天有十几亿人 十几亿人 大家都要吃饭 所以每一天天恢复 日试 毛泽东 就很 kep心烦 毛泽东 这是我要吸 Qua Î left 天一天 你楽 十几亿人 在吃飯 那是失败要碎 你知道嗎 因为 共产党 怎么有 共产党 那有饭 大家吃 問題就是出在沒有飯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很多人很豪吃 對不對 他們有沒吃到髒髒 沒沒吃到穿腿 有腳吃到老腿 沒腳吃到肚子 所以很豪吃 所以今天就問你吃飽 所以我們在台灣人 我們不可以問這句話 這句話是第一在問的 第一在問說你吃飽 因為他們為他的目的只吃而已 所以你如果去出土 看到客家旁邊有魚 中國人頭一個觀念就是 這隻要紅燒還是要清蒸 你知道喔 如果他們都想 想要求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剛才我們朋友說 我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那麼有一口飯吃做第一就好了 第一通通有一口飯吃 那不然來我們家做羅蕾也可以 我們家也欠很多羅蕾 因為你只要一口飯吃 我有很多口飯吃 其實他們會吃什麼東西 他們騙說 中國有滿漢大餐 其實滿漢前夕是這個人做出來的 這是里德時 他很會說什麼 他一次在香港說什麼時候 他的名字在報菜名 這些菜名一報完 竟然變真的了 說叫做滿漢前夕 慈禧太后是沒吃到滿漢前夕 這是這個人創作滿漢前夕出來的 很厲害的 陳時雄漢 漢國座老邦 楊賢 李恩 成績師 傅比烈 朱元璋 這些人都外國人 這些外國人 只要給你賣國 給你台人 沒靠了 殺人沒靠了 塗成了 你就叫他祖公 對不對 你叫他漢國座 水國座 東國座 元太座 這把你賣國去 你都叫他太座 社座 高座 都變你的祖公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很喜歡台立錢 因為台立之後 你就叫他祖公 你本人如果沒有去給美國人 打那兩顆原子炸彈 現在已經變成什麼 你本天皇 四族 所以 真正是存種 尤其這 這告訴你們 成績師漢 這個 是李恩有沒有 李世民 他們是 他們是賢北族的 賢北族就現在在 北韓外面那邊 那是賢北族的 這是大唐帝國 大唐帝國建立者 李世家族 他們叫做漢人 那是漢人 那是漢人 叫明朝移民 叫尼燦 要跟你們騙說 我們都是漢人 我們都是豬的傳人 這成績師 成績師他的名 這名叫做成績師 鐵木真 不是這個成績師漢 漢是尊稱 漢是皇帝的意思 大王的意思 他把你打牌 把你親戀你的國家 你還叫他成績師漢 所以 今天人 怎麼 半路在認祖公 你只要他打贏後 他就叫你祖公 知道嗎 這個人 蒙古 知道他們這是蒙古人 成績師漢很偉大 打到歐洲 所以人們把他立象 立很大的一個象 有沒有 立在那個 富爾浩特 這個成績師漢 成績師漢 他不是叫做成績師漢 他就是成績師 鐵木真 他很會關他的 文章 怎麼關 誠信 你要關人 也是要有誠信 才關得住 就是因為誠信 教化到打到歐洲 所以人們沒有誠信 他只能被滅 所有的中國人 一天到晚都在被別的國家滅 有嗎 這些所有的國家 都是別的國家 都把你滅國了 滅國之後 你都叫他太座 小座 高座 所以很愛人把你滅國 這就是漢人 以前大的住在這裡 這裡是河路人 黃河跟落水中間 這是河路人 那中原呢 這是洛陽平原 粉酒 台乳客 就住在粉酒這裡 所以人家 自古以來 都是酒塑的人 這些匈奴賢伯 這些槍族 這些輪流統治他 他們叫什麼 東夷 就是賢伯族的 西隆 北敵 南滿 這些都外國人 也就是 歡 這些歡 輪流統治之內 你說你是純種的漢人 西隆 東夷 北敵 南滿 這些輪流統治他 所以 福建人 鑲東人 客人 這些都是百岳族的 你們就是說 這些是漢人 說客人的不是漢人 說客人的是百岳族的 他們是去給漢人 他們不擱 漢人不擱 他們不擱 你說 大家都是大漢民族 結果 大漢民族 怎麼會說 賀老 有的 有的 客家有的 有的 漢人的 北京的 萬州的 什麼叫做 蜀典旺族 蜀典旺族 中國人最愛跟媽 常常都 我們台灣人說 蜀典旺族 其實真正的蘇典旺族 是漢人 他們口口聲聲都說 他們是漢家人 但是 四四夯樣樣都奇人樣 穿著旗袍 留著辮子 講 滿洲話 北京話就是 萬洲話 滿大那語 金達魯語 就是奇人語 現在說的普通話 就是 萬洲話 你跟我說你是漢家人 開口不開口都唐人詞 說唐師三百首 不唐我多好 唐師三百首 你如果用萬洲話 託十部押韻 你要用台語 用客家人 用庚檔話來託 唐師三百首都押韻 就是用萬洲話 他不會押韻 你如果上網查一下 那個 世卿穿的一條歌 這個 满江湖 很好聽 那就是 蝴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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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這才是真的 數典忘足 知道嗎 所以 他五歲就把我們教 你想好久的 想過的 就是要教你 金色 你就是金色 我們為什麼要做金色呢 我們為什麼不知道 美國人不知道歐洲人 天上的星座多棒 那就要做豬 對不對 因為做豬 比較好慣 我只要給你一口飯吃就好啦 我們去豬子掛大 我們不能變成豬 知道嗎 他們常常跟我們講的一句話 民進黨也很會講這句話 說台灣人是 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如果這樣 你若是在台宿在打工 在做加油工 你也畫很大聲 台宿是我們台宿人的台宿啊 我如果在中油在打工 也可以說中油是我們中油人的中油 我現在剛好在台灣在打工 台灣是我台灣人的台灣 這句話會不會通 不會通 因為你沒有半張中油的股票 你也沒有半張台宿的股票 你說台宿是你的 中油是你的 所以那些都給你騙的 常常跟你說 台灣人真的愛台灣 亂亂說 美國人真的愛夏威夷嗎 夏威夷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愛 對不對 那個 祭祖島也是所有的人都愛 很好玩 不是台灣人真的愛台灣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愛台灣 林志玲也一樣 林志玲是所有的大保都很愛 看著就開心了 問題是怎樣 愛不代表什麼 我跟他說我很愛林志玲 很愛他 不好 那是愛 不過你的男朋友 如果跟你說愛你的時候 那是比較不一樣 你要說你愛我你要娶活 對不對 你光講愛沒有用 愛在嘴巴上愛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愛台灣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愛台灣 連胡錦濤 文家寶 習近平 鄧小平 都也很愛台灣 甚至連歐巴馬也很愛台灣 問題就出在 他愛沒有用 你實際行動要拿出來 錢人很早之前就知道我們台灣 不是錢人的 在台青的一通字裡面 就寫得很清楚 他說台灣府主國奉好一塊 無統領國名叫做當番 在民調的時候民國的時候 好讓我們人贈的 青春在兩年才讓丁仙公贈的 丁仙公是日本人的 對不對 這在那裡有 主國奉好一塊 無統領國俗日本 這是台青一通字裡面寫的 這丁仙公有嗎 他是海產 海產帶日本 填川寺 生 填川浮沖 填川浮沖就是丁仙公 正成公叫填川浮沖 他會在填川七左衛門 在現在他們的家族 還在日本 他還有廟 所以他們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騙說 你們是漢族的 屬人生 屬生 屬名 對啊 不過其他人 他們有種族的優越感 他們說 沒有人做路在唱 我們這成功的 他們台灣人怎麼可以跟我們唱 所以 不要再跟我們 跟他們做先 所以 適性的政策趕快停止 所以他們一人人現在 他們在進步 你知道嗎 他們說 我們台灣人 男無情 女無義 鳥不魚 花不香 所以就把我們台灣 掛給日本天空 有沒有 問題就出在這裡 其他人 最有情有義 對不對 但是他們沒有愛 你以為有情有義有什麼用 教你孝順 24校教你很孝順 你對你父母沒有愛沒有用 又比較孝順 沒有愛都沒有用 外國人有沒有在教孝順 他們教你愛 有愛自然有孝順 你孝順再多再長都沒有用 沒有愛 其他人他們有情有義 但是他們沒有愛 他們的愛也沒有心 他們也講得很清楚 現在要做愛 也不需要有心 做愛幹嘛要有心 要當朋友就可以做愛了 要有體力 他們的意 已經沒有羊跟我 什麼叫做意 你要養 你的孩子叫做意 要養我才叫做意 他們有情有義 他們現在意也沒有 叫做一個差差點 差一點就是意 他們的愛已經沒有心了 他們的親已經不見了 為什麼會不見 他們的親人不見是因為一胎化政策 一胎化政策變怎樣 沒有親沒有吃 沒有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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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沒有親沒有吃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他們的文化在這裡 國 他們以前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在城池裡面 殺人滅口 把整個城的人通通殺光 才能成為國家 移盡我的人口 可是他們共產黨在進步 他說不用 現在當國家要成為一個國家 只要有一個王 就可以成為國家 在城池裡面 所以他們有在進步有沒有 他們不殺人了 但是現在成為國家不用殺人了 所以大清帝國 從台灣跟平和日本天后的時候 也是一樣不要連 大清帝國的皇帝 整個台灣不是他的 他以前只有西半部 我們會丟 竟然將整個台灣 通通割浪給日本天皇 那就像你 你沒土地 我這間家 沒給你 結果 旁邊那些菜圈 刷牙去 菜圈不是我的 純刷牙去 這樣就不要連 所以他們定下官條約的時候 日本人叫做下官條約 因為在日本的下官城市簽的條約 所以 真的人家不承認 他說馬官條約 就是會再來 現在已經變成日清講和條約了 當初簽馬官條約的時候 日本是跟誰戰爭 日本不是跟中國戰爭 日本是跟台清帝國戰爭 對不對 跟中國怎麼有關係 中國那時候就要不出事了 對不對 所以 下官條約從台灣跟平安 掛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跟中國是沒有關係 那就是像 你們阿公 賣給人家的房子 跟你們爸爸是沒有關係 已經賣掉了 這樣 這就是封環樓 頂下官條約的地方 現在都已經變成博物館了 全世界 所有簽的條約 那個地方都變成博物館 好像開樓仙岩 現在開樓仙岩 那個地方也是那個賓館 那邊變成博物館 他們簽調約了 怎麼辦 日本就會把清國人趕回中國去 因為你已經掛給我了 你這間房子已經不給我了 對不對 我當然裡面要帶我的人 你不是我的人 我就去掛出去 掛出去之後 要怎麼處理 第一點 他們 在那五個槌杯之前 如果沒有外出 我會給你看作是我們人 你是我們家的人 你就不要掛出去 對不對 我就給你看作我們家的人 伊馬官條約 視作台灣居民 或是台灣的日本村民 第二 他裸掉他說 你如果是不要做到日本人 也可以 我就由戶籍藤本頂頭 把你除去 那兩年裡面 你要變為你所有的財產 不願做到日本人 你可以自由 刷出去 日本就建立戶口的民部 戶口制度 日本的戶口制度 是做得很精確 做得很好的 跟這個人他們都在用 同樣的 他們記得很清楚 子女人 他們就記青 你有沒有吸鴉片 就是阿 你有沒有蠶足 子女人才登記為青 你不可以叫你們家的蝴蝶 上頭的蝦蝠 你就是你們祖先從福州來 從廣東來 不是喔 他如果要記廣 是代表 以後 我們要派你去廣州 關那些人 因為那時候 日本有一個政策 藍生政策 大東亞共農圈 他們就是打中 之後 要派我們台灣人去關 福州 庚當 那些人 所以你會說 蝴蝠蝠 派你去那去管 你會說 客家人 派你去庚當 管 這就是你們家的 古早時代的蝴蝠蝠 日治時期的複集成本 上頭的蝴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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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人 就是要不要說客家的 老伯要派你去廣東館園 土黑 土黑我們就不知道這是第幾棟 因為這是種別 種別有分一棟二棟 土黑不知道第幾棟 我就不知道 也記得很清楚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吃鴨片 有沒有蠶竹 有沒有打疫苗 你看那日本如何先進 在那時候他們就種花 種天花疫苗 根據這個下官條約 我們台灣已經很在日本的土地了 錢內的文化最壞的就是 他們的文化很不好 怎麼不好 他們沒有禮物 從左邊唸 從右邊唸都可以 從上邊唸 從下邊唸也可以 所以不管你怎麼唸都可以唸 很不方便 同音字的數量龐大 農愛課記憶 所以魯迅說 不廢中文方塊字不能救中國 中國人被困在方塊字裡面 在抄寫的問題就是學習不易 使用不方便 每一個讀學能力的人 都必然要花相當多的時間 在抄寫和辨識政治上 這是一種長時間高到價的學習 一般人根本負擔不起 難怪中國一向都是文盲 占了大多數 到1949年的時候 還有八成的人還是文盲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有的字 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是壞字 這就是他有毒的地方 他有毒你們用了幾十年 你不覺得他有毒了 因為你已經中毒太深了 你不覺得有毒了 女孩子越多越難聽 對不對 唯一一個比較好的 跟孩子在一起才會好 你如果跟男的在一起也不會好 你要跟孩子在一起才會好 這樣會好 這樣我們就要絕情 知道嗎 要跟男人好 才會兴旺 你如果不跟女孩子 不跟男孩子在一起 你就絕情 所有的女都不好 而且最好的是這個 要女孩子要越少才會越妙 夠奇怪 這個民族 還沒有絕情才會奇怪 還人越來越多 很奇怪 我搞不清楚 其實我們自己應該是要中性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以前 在荷蘭跟西班牙 沿的時候 我們台灣是沒禮 我們台灣的古文 那些都已經失團了 那時候我們用什麼 用老媽禮 就是八月禮 八月禮就是這樣 他們叫做信鋼文 是荷蘭 誰幫人帶進來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 把我們教 把我們教這個老媽禮 我們叫做八月禮 這是八月禮的聖經 人家是教這英文的 這是八月禮喔 這如果打起來 都是每一禮都台灣禮 這如果去教會都知道 所以我們台灣禮 台禮是很好聽的 我們台禮有八音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禮很好聽的 如果很多人 很多人 五音不全 因為他們有一個半音 所以他們是四音半 所以叫五音不全 我們台灣禮有八音 用這種八種的動物代替 塞好肉比高到像六 你所有的台灣音 都可以帶這種八種動物的音 把它帶下去就可以了 台灣禮說得很好聽 就是在這裡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買的香針香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買的香針香 這就是台灣的 油米的地方 香針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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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香針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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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 每一粒没一粒拍衣 这日本人来的画 台湾土人丰熟土 台湾心书 心书夫妻 啊这啊 这我们台湾那时候所穿的 是这样 食荒的心书 所以荒 荒是高级的 所有全世界比中国更先进的 都叫做荒 对吗 荒梦荒 荒梅荒族 荒酒这些都先进的 都比中国更先进的 因为中国没有嘛 所以他们都叫人荒 全世界最荒的国家 这我们台湾 有米的 八部和音 这布隆族的八部和音 唱得很好听 就是这样 日本这个 协责 听了 从这首 祈祷小米蜂祖歌 驚去联合国 哦 西方的音乐在这儿驚一条 因为西方 他们的音乐是为单音 进步到双音 再发展为和音 哪里你们台湾 哪里你们台湾 一遍唱八部和音 感觉不可思议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那时候做兵 台湾人用的地方 日本人也知道 连美国人就知道我们台湾人用 那种叫做建型 因为我们台湾人战争 要不要失败过 我们这支配刀 这支刀就是我们台湾国杀军的刀 台湾族 台湾族每一个小朋友一出生 他的爸爸就为他准备一把宝刀 就打一支刀 你这四人带的刀 这在那时候 在台湾中兵的时候 每一个都挑选精英去当兵 在台湾的妙中 在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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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第一次 这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第一次 我们在台湾族 打赢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南甲之盟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罗媒号 在河村的外海 触礁 触礁了 台湾族 中的人都台湾 台湾后 美国去问中国 是怎样你们人台湾的 中国没生人 中国说那不是我们人 所以 美国 派一百分之一的海军陆战队 两台战港 去台湾族宣战 他说 台湾的人 要出来 讲清楚 说明白 结果 台湾族 抑着他们副舰长 抑着副舰长的一地 倒里 结果他们的海军陆战队 才怕输 怕输了 撤军 你要知道 你要是跟宣战 你又怕输 你要签条约 就像千国怕输日本 要签下官条约 没问题 没问题就出在台湾族 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不能签条约 所以只好签了 蓝甲之盟 蓝甲之盟 上面整天很清楚 他说 阿拜 你们外国的时候 如果在这里搁钱 要举红旗为好 如果是举红旗 我们就叫 你如果没有举红旗 我们就给你打 所以那时候 日本的船 还在那处交的时候 他们卫下的 卫下红旗 结果又去打 结果就演变成 牡丹色事件 这 第一次 我们台湾人打赢美国 就是因为 这个蓝甲之盟 蚝鸾鼻灯塔 才会建立 蚝鸾鼻灯塔 就是美国出钱 借英国的建筑所 建的蚝鸾鼻灯塔 就是依据蓝甲之盟 他说 你要抹一块 我们去灯塔 我们的船 接不去 预船 这就是那时候 蓝甲之盟 海军陆弹队 打输的 油画 这就是牌丸族的 他们在出事的时候 他们老板就给他们 准备一支完美的刀 每一把都是宝刀 他们在宝刀丁头装饰 用人的头发做装饰 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太阳帝国 他们这太阳帝国的灰 这个 雄鹰的羽毛 穿的衣 是 云豹 云豹的皮做背心 所以那时候 我们台湾人穿多好呢 这就是蚝鸾鼻灯塔 蚝鸾鼻灯塔 去很漂亮的 英国风 有没有 这就是根据蓝甲之盟 第二次 这年美国人就是在珍珠港 日本在封炸珍珠港的时候 什么人去奉扎 就是我们神风特工队 神风特工队就是我们台湾人 比较多 我们台湾人去奉练 奉练神风特工队 去奉扎珍珠港 念堂就是神风特工队都日本人 陈大教授杜正宇发表 二战空袭始末报告指出 外界误以为神风特工队在日本 其实神风特工队不是在日本 是在高雄 这个神风特工队的队员 全村正宏 他在那一九二三年生 飞行兵十一起 战末在北岛南方河 北岛的南方河 所属如今特地特攻击队 橘水队 他不去奉扎珍珠港 第三次奉扎美国 他去扎克拉克空军基地 好不好 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 那时候去奉扎神风特工队 去奉扎 这就是克拉克空军基地的上屁 打到东都塞歪 这也是我们的神风特工去打的 打完之后 麦克阿瑟说 问他的薄荷 哪有这个薄荷 我都背来到我菲律宾给他扎 他的薄荷 说的 帝朵的壁 他 happened to 原来到有一道 好像台湾打野匠 所以说他说 台湾的神风特工队 打的 这帝朵的队 好像高雄 打野匠 第四次 美国人吃咖的就是在韩战 韩战跟我们有关的 韩战那时候我们一些投共的 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军 共产党多聚的 韩战那时候就整这几百万的韩战 国民党军通通送去韩战 用人海战术 所以美国人也吃到鸡 他说我们只在台狼而已 没意思 他们只在机关穿折到一扫而已 毛泽东说 投降的国民党军队多达百万 这些人召喚怎么办 正好送去朝鲜当炮灰 结果的军两万一千三百七十四的 这些战俘 有三分之二拒绝返回中国 大部分都选来台湾了 为什么 他们来台湾变作农民 多赞 来这些农民 还可以 送农民医院免费医疗 还有农民津贴 还有农券堂 所以大家也要选台湾 选中国回到那些 那些都去劳改营了 第五次我们的战俘 美国 也是 在夜战 你想说夜战跟台湾人都不跟 胡志明是台湾人 胡志明说 与其吃中国人的大便不如文化国人的屁 这是他最出名的一句话 在那日本 打费美国以外就是外南 外南这个胡志明就是我们台湾人 他是当老的人 他的名字是胡吉章 这是他的年轻的胸品 你上网查一下胡吉章 胡志明都会找出来 这是胡吉章那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 他是 被日本 派去做翻译官的 然后加立共产党 加立共产党 後去苏联 去苏联 去苏联 去苏联的当中 这个 这个 鸾爱国 鸾爱国本来是 要做书记的 燕南的书记 所以叫做拍平事 拍平事以后 所以说 苏联也要抓胡吉章 代替他 咱们变成胡志明 第六次 我们台湾人打费美国 打费美国 他打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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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选拨 他说 我们台湾人 六十四年来 那时候 还有两千空九年的时候 六十四年来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家 第二点 他打费美国 台湾人 没有政府 没有自己的政府 第三点 他打费美国 政府 第二点 他打费美国 政府 要脱离政治炼狱 这就是政府 现在在主动 帮战我们的原因 他帮战我们的原因 要怎么说 他说 你们台湾人 要恢复国籍 要把你们台湾人先插拆 要怎么做 要发生分證 由生分證 开始 把你们台湾人插拆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 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政府的联络 第四点 他现在要恢复 要回到台湾 亲自占领台湾 他们现在在美国学校 扩建的原因在这里 美国要进来之前 他们先准备好 美国进来 不是只有美国的朋友 进来而已 美国的朋友的家属 也要进来 小朋友也要带进来 他在这里要设置 小朋友要设置 所以他们的学校也在扩建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 日本这个民族 不说谎的民族 日本人如果说谎 是感到很大的趋路 他们要切白自杀 以前 你如果说白纸 日本人是要切白自杀 所以 南京大厨杀 那些都是秦南人在说的 秦南人是不诚实的民族 对刚才那么长 对他们的历史所看的 他们都是假的 所以 南京大屠杀 也是秦南人 冲作出来 当时南京的地方 有很多的记者 国际记者在那里 国际记者 如果大屠杀 一定报道的 哪有可怜没有报道 在日本的战争室里面 他们在战争 是没有在屠权的 不说我占你的事 我就台人民 日本人的战争 是无输对无输 我无输打贏了 自己占 我没有在台人 一般的人民 和战争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真人 真人 真人每打贏了一次阵间 先屠权 整个藤先帮你屠杀 屠杀光了以后 宜尽我的人 你才会效忠我 你这个日程 才会变成我的 不然老是一天造人反叛 这样 南昌之徒 扬州十日 尤其扬州十日 Google一下 你现在Google很方便 现在四季手机很方便 你只要Google打一下 扬州十日 图片或是网站 马上就会跑出这些东西来 这就是真人的文化 因为他们的国 要怎样 国就是在那些城里面 用武器杀人不靠 就是国 对吧 一个国城池里面 有割杀人灭口 对不对 所以你的文化是很清楚 建政的目的是要做 成的目的是要做 屠城的目的就是要割你的地 要让你赔偿我的损失 这是战争的目的 战争目的是要跟你占领 战争目的是要做什么 要改你的政府 跟你的政府 因为你这个政府 不要跟我合作 我跟你的政府 所以 战争之后 没办法改变你的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讨的 来这边政府研讨的这个战争法 令人就是说我来窃店 来图书馆 来国会图书馆 找这本书出来看 世界上没有战争法这本书 这个战争法是怎么来的 战争法是由这几种法律 综合判断出来 第一个法律就是在海牙第四公约 它全部在说明有关战争的事情 第二个是日涅瓦和平公约 它也规定一些战争 必须要用的 必须要遵守的一些事项 第三个是红十四会 总会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点是美国陆军总署 野战手册里面的条例 第五点是最高法院的判例 还有惯例法 这要综合起来 这叫做战争法 你不能去图书馆 说要叫战争法这本书 没有这本书 这个是一种研判的法律 战争你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 不然你宣战 为什么要宣战 宣战就是要遵守这个规则 战争之前必须要宣战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考虑到这里 如果对我们的考虑有兴趣 你们都可以上网 看我们以前的影带 我们以前的影片 秘书长的影片 每一片都有在上课之前的 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得到 有兴趣在自己上网去上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课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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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